大家好,这几天是全国高考、接榜、查分和报考志愿的日子 各地的高考学生,尤其是高考学生的家长们一起展开了一系列的接榜热潮 让我们从各种媒体和视频中所看到的几乎都是学生和家长们欣喜若狂的高分榜和状元榜 这些学生好厉害啊,660、670、680、690、700这些优异的成绩让人看得简直是眼花缭乱,心潮澎湃 我呢,为此也替他们高兴 但高兴之余啊,我们必须要冷静下来 面对一个极为现实和残酷的问题就是 我们国家的全部高等院校共有2879所 其中985院校仅为39所 211院校呢,也只有116所 这样算下来呢,2022年全国985院校占全国高校总数呢,仅为1.35% 211院校呢,在全国高校总数中的占比仅为4.02% 这也就意味着全国近1100万考生中,只有14.5万人可以进入到985院校 只有43.2万人可以进入到211院校 由此可见,在总数1076万考生中,只有将近58万的考生可以进入到985和211院校 而有将近1000万考生只能进入到普通大学 当然啦,有的考生呢,还会以为有什么一本二本 其实啊,在我的心里,除了985、211 或者说是除了双一流 其余的都是同一流 也许,这也正是因为我们划分了985、211这些双一流院校以后 所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吧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激励赞美考入到双一流院校的那些优秀考生们的同时 必然会伤及到只能无奈进入到普通院校的一般考生 那么,这就立即引发我的两点思考 一是,考入名校的高分考生 就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优秀人才吗 二是,那些考入普通高校的低分考生 未来就难以成为社会认可的可用之才吗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今天先讨论第一个话题 就是高分考生进入名校后 未来就一定能够成为优秀人才吗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是优秀人才 简单讲,所谓的优秀人才 就是当它走向社会 被社会认可 并为社会创造出巨大价值的人才 这里边呢,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呢,就是社会 一个呢,就是价值 这也就意味着 过去曾经在学校 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们 未必走到社会后 能够将考试成绩转化为社会成果 或者说,考试能力不等于工作能力 更不等于创新能力 现在有很多学生 考试非常厉害 殊不知,这些考试非常厉害的学生 一旦进入到社会实践中 就只剩下一种能力了 即所谓的随机应变能力 这种能力的呈现过程 就是一种智慧闪现的过程 有些人呢,误以为考试成绩好的人 就一定能力强 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现在呢,只是我们国家 特别单纯地强调考试成绩 以至于这些人呢 能够优先进入到名牌大学 然后呢,再依此进入到了重要的岗位 重大的企业和重点项目 多了一些实践的机会而已 其实啊,凡是考试成绩好的人 他们的动手实际能力呢 却相对较弱 而考试能力相对差的人呢 他们的动手实际能力却相对较强 此时,只要大家都经历过大学的基础教育 一旦进入到社会实践中 两者之间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这就要比双方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而基于语言的写作能力和演说能力 就成为一个人的亮点 为此,我想举两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考试成绩 与工作能力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亲身尽力的 我之前呢,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事 他的儿子啊,当年就是我们这个省的状元 考入到了清华大学的数本硕联读 读完硕士以后 还被清华大学送到了瑞士的世界著名数学家的门下 来攻读博士 当时在瑞士读博士啊 获得很高的一笔奖学金 他所研究的课题呢 也是世界上只有六个人才能懂的 就这么一位曾经的高考状元 进入到清华大学数学院 被推荐成了硕博联读 而且呢,还到瑞士读博士 但是,他的生活治理能力却极为差 可以说,他是一个只具有学习能力 而不具备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的书呆子 最后的结果呀,我都不想说了 他竟然得了抑郁症 或者说是一种神经崩溃 他的父亲曾经找过我 问我有什么办法 我呢,也曾经跟这个孩子面谈过 结果是,无话可说 情商几乎相当于三岁的小孩 今年呢,已经35岁了 成了一个完全的废人 令人惋惜呀 还有一位呀 就是最近在网上疯传的 浙江大学的博士孟伟 他呢,2014年9月 考入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他是浙大求是学院的研究生 G20峰会的优秀志愿者 浙大十家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浙大优秀党员 浙大十家大学生 这样一位硕博连读的研究生 竟然八年呢,还没有毕业 现在呢,靠兼职送外卖来养活家庭 上面我所列举的两位优秀的博士生 他们呢,都是硕博连读 更让人令你难以接受的是 现在他们竟然连本科大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 我呢,不想讨论其中的原因 只想说,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每年只有5%的考生 可以进入到双一流大学读书 读博的人则更少 遗憾的是,这些人呢,并不都能顺利的毕业 即便如此啊 仍然有一些博士毕业生 毕业后呢,舍去了自己的专业 去到中学当老师 去基层当城管 实在啊,让人费解 这其中的原委啊 我在这里就不做深入讨论了 但有一点呢,还是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 我们现在的很多学生 都在追求名校 考研,读博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能够真正达到高质量水平 并且能够学以自用的人呢 却越来越少 比如,2022年 这些考入名牌大学的优秀学子们 很大程度上都会考研读博 也就是说,这批人呢 十年后才能真正的走入社会参加工作 那么,十年后的世界将变成什么样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完全是一头无水 有见如此啊 我们更不应该为仅仅一次考试 取得优异成绩而欣喜如狂 今天的很多所谓的高分和状元 不过是过早的爆发天赋 等到一定年龄以后 他们的业力呢,反而已经耗尽 此后啊,已经没有任何再释放能量的高光时刻 据不完全统计啊 我们国家已经实施了42年的高考 在各省市涌现出来的近万名的高考状元中 至今尚未发现一位 获得过诺贝尔奖 获得过优秀科技奖 或者成为国际知名优秀人才的 记得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们都去哪里了 去了经济管理学院 连我最好的学生 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 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 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 都想往着金融上转的时候 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虽然,我们这个时代 培养了太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样的人 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知识分子和专业工程师 我们常常在感叹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像乔布斯 马斯克这样的优秀人才 培养不出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原因呢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 就是每个人的形象和天赋 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人人都适合上大学 或者说不是人人都必须上985 或者211的 也不是每个学生 都适合做研究 都必须考第一的 如果我们仅仅为取得高分 而欣喜若狂的话 我只想说 别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 不是每一张大学文凭都具有同样的价值 即便是你有了名牌大学的文凭 也不一定在职场上就能取得 教人的业绩 尤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 并不是每一份工作都需要有大学文凭 比如美国的特斯拉公司 在美国呢 专门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专业的培训 与此同时 并不是每一份工作都需要有硕士和博士学位 记得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教育已成为获得智慧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因为智慧的获得依靠的是启迪而非灌输 而一旦教育的方法手段和目的错了 智慧之门就会无法打开 教育也就被掩埋或者被扼杀 但让那些考得高分的学子们 进入的不是教育之门 而是智慧之门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不放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为了及时和不错过观看 每一期视频的机会 再次欢迎各位订阅 转发和点赞 让我的每一期视频 都能串联起你的每一次联想 与我共同寻找智慧的光芒